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道数第二行 二十四面道数第二行 从第三条看起 要解云 故一生阿弥陀佛 其释迦本师于无浊卧室 所得摩洛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经一次果决全体 受予浊卧众生 乃祝福所行境界 为佛与佛能就近 非久界自立所能信节也 这一段话是欧耶大师 在《弥陀经要节》里面所说的 这个说法 也是古人所未曾说过的 欧耶大师这个说法 是他自己猜测的 还是由经典做依据的呢 如果是自己说想当然而 想必是如此 我这个是决定不能够相信的 现在这个时代 假的佛法了很多 拿着佛的经典到处说假话 欺骗人 所以世尊在入灭之前 留个后世学生的遗教 有四遗法 第一个叫我们遗教不遗人 教是经典 如果经典上没有说 这人说的 我们不能够接受 任何人所说的 必须要由经典做依据 我们才能够相信 欧耶大师在《弥陶经》里面 确实有不少的发明 实实在在有依据 依据在哪里呢 就在《弥陶经》上 这由此刻之 这多少人看《弥陶经》 没看出来 他老人家看出来了 被他发现了 就实实在在了不起 那么这一段事情 就是世尊自己在《弥陶经》上所讲的 欧耶大师的一点性 我们一看 果然不错 释迦牟尼佛怎样成佛的呢 是念佛成佛的 就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很不可思议 那么他为我们设这个法门 就是把他自己成佛的方法 传授给我们 这国家全体 古世成佛 一丝毫没有保守 完全地传给我们 这就是阿弥陀经 所以《静宗的经论》 这个《无量寿经》叫大本 阿弥陀经叫小本 其实你们内容境界完全影响到 摄弥陀经就包括无量寿经 摄无量寿经就包括阿弥陀经 经上所说的完全是祝福古地上的境界 所以他说那祝福所行境界 因此 因此 这大小年本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浅 不深 其实 其实 真正是其身无地 其广无边 展开来 不但是 不但是 融会贯穿了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都不出大小而本 乃至于射奉三世 一切诸佛 所说无量无边法门 也出不了大小而本的范围 由此可知 他的身光 确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 为佛 于佛能究竟 这大小年本 要彻底明了 那是什么人 只有如来在古地上 能做得到 这不是九法界众生 靠自己的能力 能够全部了解 这个九法界 诸位要晓得 包括等觉菩萨在内 我们六道上去 神文元觉菩萨 菩萨里面包括等觉菩萨 就像文书 普贤观音诗志 这都是等觉菩萨 这许多菩萨当中 有不少啊 是道价慈航 诚念在来的 那是另外 那他当然明了 他已经成佛了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文书早就成佛了 观世音菩萨也早就成佛了 像这些大菩萨 很多都是古佛实现的 若不是古佛实现 即使等觉也要蒙佛力加持 他才能够知道一些 要得不到佛力加持 他不能明白点 这个下面呢 第三句是个结论 可见念佛法门 实事不无上神妙之法 唯有上根法能指下成当也 念佛法门 不仅是神妙 神妙到极处 神是将他的礼 将他的境界 无量无边 九法界懂神 靠自己的力量 不能够理解 这是将他的神 妙呢 他这个方法很容易 我们不了解 这老实念呢 就能往生 这个叫妙了 什么人能往生 前面说过 专接上根 那我们是不是上根 这个上根呢 跟禅宗里的上根 标准不一样 这个禁宗上根 跟其他宗派的 标准不同 这个上根呢 是真正能信 能愿 能信 这就是禁宗所说的上根 他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净土三金 他没有怀疑 他真肯 往生极乐世界 真想去 真肯去 这一天到晚 就抱住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一想转念 这是尽宗上上根 我在过去 曾经说过 如果你要觉得 这个好像是太少了 这一句佛号哪能往生呢 你怀疑不能相信 你怀疑不能相信 要多多一些大乘经典 多多一些大乘经典 多净土五经一论 这就不是上根了 这是中根 也能往生 如果海觉得不够 这个海太少了 尽宗的典籍 尽宗的典籍 有偶叶大师的施妖 尽宗的典籍 有偶叶大师的施妖 尽土施妖 净土宗古来祖师大德的著作不少 阴光大师有文朝 再加上这些大概就可以了 这是下根 大概还可以吧 如果觉得还不够 再要念一些法华经 再要念华严经 再要念其他的经典 那叫下下根 这一生往生没指望 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明了 古来的祖师大德 到最后往往就是一本弥陀经一句话 他什么都放下了 这个才能够上平往生 也许你怀疑又会问 这些祖师大德大臣经他念的太多了 念了几十年了 到最后他才放下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也得学学祖师大德 大臣经也可以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学列 说的好像是有道理 其实那些祖师大德们过去所学的那个到后来才恍然大悟走了好多冤枉路啊 这是苦口婆心的来教导我们 教我们走一条直路 不要学他走很多冤枉路 他学三十年到最后找到净土啊 才能念佛往生 我们要听他的教训 不走他的冤枉路 顶多三年就成功了 我们只需要他十分之一的时间 我们的成就可能还超过他 为什么呢 专精嘛 他们叫杂修嘛 那怎么会一样呢 说佛做人 贵在能辨别 邪真 认识好歹啊 人家是好人啊 善人 诚心诚意教导我们呢 我们不能冤枉他了 那就错了 所以这个方法确实是深深妙 只有上根人前面讲过 欧阅达斯说过 这个上根标准就是 法菩提醒一向专念 那么他举了几个例子 像马明龙书 永明智者 这个是 这样是 真正理解 真正明白 死心他的一句佛号念到底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 苏朝云 固执念佛 菩萨之父 生于法身 乃至师弟 始终不立念佛 何得 初心自足 不愿往生 可见 净土法门 正起菩萨之机 这也是 这也是林恩赤大师 在梨桃经苏朝里面 所说的 父母 是生于我们这个身体 所以在此地 用念佛来比喻 念佛 能生 法身 我们这个肉身 得自于父母 我们法身会命 从哪里得来呢 从念佛 当然 大乘佛法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法门 这些法门 目的 都能够生发生 可是 这无量法门 确实有难一点差别 有很多法门 修学困难 不容易 成就 一切法门里面 唯独念佛法门 容易成就 而且成就 是真实 不可思议 他成就的高 不是普通的成就 是究竟圆满古地的成就 这是古时候的祖司大德 都承认 以禅宗来说 这是大臣的 遁教 一生当中 能够大车大悟 明心 见心 见心 就成佛 成的是什么佛 我们要清楚 天台大师将佛有六种 叫六级佛 第一个讲 礼即佛 要从礼上讲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这从礼上讲 不是从四上讲的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所以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可是四上不行 四上我们是迷惑颠倒的佛 所以你一定要起修 这要修醒 把我们的毛病 吸取障碍去掉 使本性再恢复 那个就是四上成佛 那么在初学的人 初学的人叫明治佛了 我们接触佛法了 每天在经典里面研究讨论 像现在 我们大家学佛的这个地位 在什么位置 明治佛 明治佛 又明无始 这不是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虽然修佛了 听得不少了 懂得不少了 毛病习气 一点都没有改 也就是说 佛法对我们没有真正的输用 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用 这明治 明治佛 从这个地方 我们才真正用功 这是我常常 勉励同修们 我们今天学佛 如果真的认真学 一定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劝大家读经 读三年 这三年是第一个阶段 目的在哪里呢 属 佛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些 经文教训 我们记得很熟 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 不会忘掉 我们做这个工作 这个没有说 没到修行 修行的准备功夫 第二个阶段呢 求记 经文熟了 熟了之后 我要懂得他 我们中国过去 教学是用这个方法 古时候教学 儿童七岁上学 七岁到十二岁 这是中国过去的教学 没有修行 私俗跟着老师 私俗里面叫小朋友 叫什么呢 就是叫背诵 重要的点集 都在这个时候 完成背诵 都能背熟了 老师还要读处 背一百遍 背两百遍 为什么呢 让你在一生当中 都不会忘记 到老时候 你看写文章的时候 引经句点 随手念来 他不要去找参考书 不要去查 他太熟了嘛 所以中国小学 是背诵了今天 这是一个阶段 然后呢 这是学做人 所以在德行 是在小学 是训练的 蛇 杀杀应对 学这些基本的礼籍 这次小学完成 学规矩 怎样对父母 怎样对长辈 怎样对亲戚朋友 都有规矩 论理的教育 大概十三四岁之后呢 这就入太学了 从前没有中学 这个通通背诵完成之后了 这就入太学了 太学就是大学 大学里面叫什么呢 就是把你从前读过的那些东西 详细的研究 讨论 讲解 让你对这个理 统统明白了 所以第二个阶段 是求解 从前太学里面 是求解 解门 这个小学呢 是背诵 小孩记忆力好 利用他的记忆力 所应当要记的东西 全部在这个时候 把它解除 所以太学里就求解 那么这个还没有到修行 所以今天呢 要理解 要听讲 要研究讨论 这个意思解得越远 越好 理解之后 这才谈得上修行 行是什么呢 我们的思想 间接 言语 行为 与佛的教训 不相应 佛教给我们 不贪 不成 不吃 我们偏偏搞贪成 我们把佛的话记住了 佛所讲的这个道理 渊柔了 为什么 佛教给我们 不贪 不成 不吃 搞清楚了 我们就认真去做了 这个做才叫修行 可见的 我们今天呢 是做修行 准备的功夫 没有真正修行的 真正修行了 开始照做了 儒教修行 那就叫观行为了 这个又生了一击了 得修行 得利 确实 破密开悟 利普得了 真的 复发的修行 这叫观行 观行是真干 真修啊 名字是有名无识 没修啊 有信 有解 没有信 那是名字 真正肯干肯修 这观行为了 虽然修 没正果 正果的标准是什么呢 破一凭无名 正一分 真心 那就正果 所以那个叫分正位 破一凭无名 正一分发身 这个时候叫发身大司了 禅宗 大车大悟 明心见信 见信臣服 就是这个位置 跟净土里面讲的位置 愿之愿矣 所以才晓得 这个净土发门 在禅止上 那么主要晓得 禅宗 到明心 见信 这是原叫 出注菩萨的地位 出注菩萨 就有能力 以佛的身份 度化众生 像普文篇里面所说的 应以佛生而得度者 他就可以现佛神 他能够实现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他能够实现八相成道 所以他真的是成佛 所以佛的等级很多 种类很多 种类有藏通别月 等级有四十二个不同 所以这个成佛 不能含糊笼统 要知道他成的是什么佛 净土宗往生 所臣的佛 欲言教佛 四十一平无名断境的佛 那真的不容易 以一般这个修行 就以禅宗来说 从破一平无名 这一份法身 到究竟圆满 他要修多久 通常讲法 还是三个阿森七节 而华言经上说法 到无量节 那我们晓得在进度 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修行 时间就短了 很短的时间 他就已经成就了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大小梁本里面 就讲得太多 太详细了 他修学的环境好 他每一天亲近的 阿弥陀佛 社方一切诸佛入来 他天天亲近 这么多的好老师 围绕在旁边 都是等救菩萨同学 修学的环境太好了 这是社方一切诸佛 插出来都找不到的 所以一生到西方世界 就圆正三不退 他怎么天天跟佛在一起 那怎么会退传呢 我们为什么会退传呢 天天跟妖魔鬼怪在一起 你怎么会不退传呢 妖魔鬼怪是什么呢 你家里的电视机就是妖魔鬼怪 你看你一听到晚看那个 他交给你什么 交给你杀到阴望 教你贪嗔痴 走到这个街头 你看到无法霸门的时候 统统都是妖魔鬼怪 都在那里诱惑你 让你齐心动念 让你齐贪嗔痴慢 退传了 西方世界统统跟佛菩萨在一起 那怎么会一样 这个地方有一句话 很重要 乃至师弟 师踪不理念佛 这一句话是出在花眼镜上的 我们从这一句经文里面 明白了 社方三世 所有一切祝福 最后成福 都是修的念佛法门 换一句话说 今天在佛法里头 无论大臣小臣 无论你学什么宗派 你真正修成了 最后的归属 是华藏世界 最后统统都归华藏世界 到华藏世界之后 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等到你震得出地了 因为你破一瓶无名 你就入华藏世界了 不但超越六道 超越十八界 华藏世界一阵无法界 破一瓶无名 就到那个地方去了 这逐渐逐渐修 不晓得修到多少年了 四十一瓶无名 破了三十瓶了 再破一瓶 破到三十一瓶了 那就是出地菩萨 出地以后 修什么法门呢 完全听从普贤菩萨的劝导 十大愿望到归极乐 所以到那个时候 通通都念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就念阿弥陀佛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遇到这些菩萨们 一看到我们 佩服得无体投地 为什么呢 他们搞了无量戒 吃了好多苦头 绕了好大圈子 才晓得念魂往生 你怎么一下就知道了 一下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就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不知道 这个四十状况 那些诸大菩萨们 看到了听到了 佩服得无体投地 没话说 实地菩萨 实中不理念佛 何德出行自主 不愿意往生 这两句话所说的 古时候我们不谈 就眼前 学佛的同修 真的是大有人在呀 学这个法门 学那个法门 他不愿意求我死 这个就是愚痴 就是狂妄啊 所以许多人 轻视了念佛法门 不知道念佛法门的书身 幕后这个结论好 可见进土法门 正切菩萨之际 什么菩萨呢 华言经上 实地菩萨 华言到登了地 一经破 三十亿品无名了 智慧呀 真的是开了 够了 所以对于念佛法门 他认识清楚了 这个时候给他一讲 他懂了 不再排斥了 不再忧郁了 死心塌地修学了 所以这个地区 是要有高度的智慧 那我们现在这凡夫 听到这个法门 就相信 就发愿 求神进土 可见的 我们的智慧 不再实地菩萨之下了 可是除了 这个选择之外 我们这个智慧能力 地缺不如别人 比别人差得太远太远了 这什么原因呢 佛在无量寿经上 讲得很清楚 是我们在过去身上 深深世世 累积的善根福德一面 在这一生当中 成熟了 是这么一个关系 祝佛如来 大慈如大悲 所谓 佛师门中 不舍一人 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 成熟 我们自己不知道 佛菩萨知道 所以佛菩萨 明明当中 加持我们 使我们的信心 愿心 不退传 使我们能够 在这个 寻魔乱舞的 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还能够 坚持 行愿 持命 这个是福利 加持 自己的善根福德 深厚啊 这个原因呢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是偶然的 所以佛不是给我们说的这么清楚 说的这么明白 的确 我们不能不怀疑 再看下面这一段 盖茨 法门 莎 乃彌陀 主 真实 从真实之际 之所开化 显示 故 为佛与佛 方能 究竟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个法门特别值持明念佛的法门 因为无量寿金跟小本弥陀金 都是提倡持明念佛的 所以这个法门是专职持明念佛 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 诸真实会 无量寿金上为我们说了三个真实 这是奇特大臣经上很少看到的 开化显示真舍之计 这第二句 第三 那就是世尊把这个法门为我们说出 劝导我们修学 这是给我们真实的利益 这句话要紧了 金 大家是天天在念 有不少人一天念很多遍 意思不同 这句经文的意思 你如果真懂得了 你对于释迦牟尼佛 忠心地感激 主要晓得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 这一世什么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解释虚妄 包括我们的身体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淫 哪来的真实 唯有念佛往生是真实的 所以你真肯念佛往生 祝佛赞叹 刚才讲了 一切菩萨佩福 你怎么无视界来都搞虚妄 这一下搞真实了 这个难得了 太难得了 迷惑颠倒的众生 都在虚妄的里面去做活计 在那里生活 在那里计较 全是虚妄 一场空 唯独念佛法门 深深踏实 深深佛号都真实 这是真实之利 这个利益从哪来的呢 是从阿弥陀佛 主真实会里面流出来的 这个是讲阿弥陀佛的修德 还有更深的理论一句 那是什么呢 就是真实之计 这个真实之计 就是真如本性 这是我们一切众生 本有点 这句刚才讲的时候 这是礼记佛 我们迷失了 因阿弥陀佛 主真实会 见真实之计 他才有能力 为我们开画显示 开始开始 画是叫画 把这个真实 显示出来 这个显示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阿弥陀佛 与与业切祝福如来 慈悲的教导 这个是开画显示 我们得的礼 能信 能愿 肯念佛 肯求生 这是真实之计 最真实的恩惠 最真实的恩惠 这故 为佛 与佛 方能 究竟 这个里面的道理 这里面的四是真相 只有如来在古地上 才清楚 才明了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能设 少分 大家听了 也能明白 少分 这个是自己 善根 发现 祝福 微神的 加持 我们要得不到 佛的加持 这个意思不懂 体会不到 大家要得不到 祝福的加持 你听了 也听不懂 你能够听懂 听明白了 佛的加持 自己善根 发现 佛力加持 你一接触 一听 明白了 懂得了 才想的 这是唯一 真实 我们一定要明了 必须要能够体会 世贞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都是方便法 用这些方便法 诱导我们 归到真实 我们看这个一切经典 你才晓得哪一部经典是最珍贵的 哪一部经典是地经 你才知道啊 黄年族老居士 在无量寿经注解 赢这个随唐的大德 比较经论的优劣 那一段文字 大家都看到 那一点都不假 自然有人说 华音跟发华 都是无量寿经的导引 那其他的都不必说了 华音发华 在中国佛教的地位 是经中之网 没有比这个更高了 连这样大经 都是无量寿经的引导 像我们上高速公路 那个引导一样 往上面去的 那不是正路啊 这就说明 正路就是无量寿经 是一切诸佛如来 度众生成佛道的 唯一一法门 所以你要认识他 你选择他 你真的是上根 不是上根 你怎么会选择 这第一法门 你怎么会选择上了 选择了华音发华 路是对了 没上去 是在高速公路的引导上 没上正路 但是距离进入正路 很接近 不一定能够上去 你华音发华 尚且如此 何宽 其他经论法门 如果我们已经是 读无量寿经念符 看到别的法门好 转修其他法门呢 给诸位说 这决定是倒退 这退转了 倒退了 原来修学其他法门 遇到念佛法门 我们学习 改念无量寿经 改念佛法门 这是提升的 就上了正路 这个道理 这些四十真相 一定要知道 然后才晓得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 实实在在是不容易 开经纪里面所讲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那是对华音间说的 这个法门 古德讲 无量劫来 稀有难逢 这个话一点都不错 比百千万劫还要困难 我们这一生遇到了 遇到如果要不肯珍惜 不能把它抓牢 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下一次再要遇到这个法门 可能又要经无量阶路 很不容易遇到的 弥陀一尘远海 六字鸿鸣 云荣之德 超前立见 绝体是四理无碍 四四无碍之一阵法界 故不可思议 弥陀之处身 弥陀之处身 就是在他的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前人看的是四十八条 远人看的是一条 任何医院里面 都包含其余的四十七月 远远如实 不可思议 不是每一院每一院独立的 是一个月 你这样看 你才能看出 这个迷陀的红月不可思议 而他借人众生的方法 就是一句名号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我们在过去讲习里头 曾经多次的较量 看出名号 确确确实实 是不可思议 从理上说 他是真实之际的 也就是我们真如本性的名字 这从理上讲 从四上说 他是无量无边法门的中心 像一个圆一样 法轮 他是圆心 这个圆周上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通通归到这个圆心 所以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但释迦摩尼佛所传的 受方三世 一切诸佛所传的 无量无边的法门 你通通都念到了 你都受持了 一个法门都不漏 因为你在中心里 所以这一句佛号 接引九法界众生 一个都不漏 上次等着菩萨 下至地狱众生 平等普度 这才符合于正理 不像其他法门 接引众生 有特定的对象 若不是特定的对象 他就不得受用 那么由此可知 那个法就不是真实法 方便法 如果是真实法 不应该有这个差别 所以这个是真实智慧 是真实之计的开发现实 能令九界众生 平等得真实之意 所以赞叹它叫 云荣之等 云荣就是这个意思 具是具足 德是德能 刚才我这个比喻 像这个轮点 中心点 所以它是圆满具足的 任何业法 没有办法跟它相比 而且你要想的 那个原型只有一点 不会有两点 还有一法 跟它差不多 没有这个道理 讲不通的 原型只有一个 不能有两个心的 只有真真真真实 善根福德 因缘成熟 它才会明白 才能够体认 死心塌地 不会再有其他的念头 就像善道大使 在观无量寿佛经 上评上僧章里面 所说的 这个世纪 再有名气 再有威望的人 劝你学别的法门 你不会动心 这世间人 又说了 真真正 摩罗汉 四国罗汉的人 乃至于讲到 等教菩萨 他说他还有好的法门 劝你 都如如不动 到最后讲到 一切祝福 来劝你 修别的法门 也不动心了 为什么会不动呢 因为你这个 事实真相 真搞清楚 真正认识清楚 不会为外界所动 这个你就叫 得念佛三美 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那就恭喜你了 你念佛不但决定往生 决定是上平上成 为什么呢 金刚经上说的好 信心亲近 则身是相 身是相 就是剑发身 你能信心不动摇的时候 你就剑发身 剑发身 你念佛的理议心不乱 不是四意心 理议心不乱的人 上上平往生 我们今天不要说是 佛菩萨来 向我们修什么 发门了 今天有个朋友告诉你 今天晚上出去 带你转一圈 可以转一百万 马上就跑掉了 经也不行了 所以你念佛得不到 念佛三美 你往生没有把握 道理就在此地 你见离不透彻 这个真假不能辨别 还是被这些假东西欺骗 一骗马上就走了 所以这个没有用处 云荣巨的 我们要认识千祖 肯定这个发门 是第一发门 超亲力尽 这一句特别对禅宗讲的 因为禅宗 在中国兴旺了一千多年 中国学佛的人 受他的影响很深 往往他们有个成绩 认为念佛不如参差 所以祖师大德特别强调 念佛是超亲力尽 情 是四位 是情直 竟然是见解 真正死心塌地 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里头 没有情直 这一句佛号里头 没有见解 没有怀疑 没有见解 没有怀疑 那就叫上上禅 念佛即是上上禅 这一句话 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这不是别人讲的 这不是别人讲的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从哪个地方显示呢 华严经上 就显示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这一句话 特别是 入法界这一瓶经 就是普贤信念品 全部经文 有四十卷 叫四十话言 这一瓶经 这一瓶经 这一瓶经里面 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叫本会 一个叫末会 本会有四卷 末会呢 就是五十三卷 这一瓶经四十卷 也实实在在 不可思议 他把修学大臣的人 就像写小说 写剧本一样 表演给我们看 你看他有没有障碍 善财同主 于五十三位善知识 这五十三位善知识 这五十三餐呢 里面是五十四个人 有一会里头是两个人 就是代表我们现实的社会 过行过夜 男女老少 你看他们的生活 多么快乐 多么活泼 不但离世没有爱 四四都无爱 是一个修学大臣的榜样 而这个里面说 主修的 就是念佛法文 文书菩萨 念佛 生净土的 善财是他的学生 得意门生 当然传的是净土法文 不会传第二第三法 一定是第一法文传给他的 在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 所表现的 第一位 德云比丘 教他念佛 最后一位 普贤菩萨 摄大愿望 道归极乐 这一个开始 一个结尾 结尾 念头一尾 都是念佛 这就说明 念佛是 彻时彻终 我们做四十发言 要懂得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 摆在我们面前 显示给我们看 无量无边法门 彻时彻终 唯一念佛法门 那我们要问 这五十三个人 所修的法门 个个不相同 这从四上看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不同啊 四相上不同啊 修学法门的 礼仪上都同 这个就深了 这个就妙了 无论哪一个法门 通通通通都是念佛法门 这个就奇妙了 所以这个 要不是 佛于祝佛了 他看不出来啊 明明不一样嘛 根本都不念佛嘛 怎么会是念佛法门呢 确实是不念佛 但是把你引导到 登地了 那不就又多念佛了吗 到最后 还是这条路回家 你想想看 哪一条路不是念佛法门呢 无量无边的 就像水一样 河流一样 通通流入大海啊 大海是它的归宿啊 无量无边的法门呢 到最后都到华藏世界 到华藏世界登了地的时候 通通念佛求生进度 你看 无量无边的法门 到最后都归到 阿弥陀佛的去了 所以说 殊途同归啊 我们是很心愿 直接就入去了 他们迂回拐弯末 不晓得到哪一天的时候 还是流入大海 我们的心愿 直接了当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对于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的人 都尊重 都欢喜 而且我们轻轻周术 他将来也要到几个世界 也要见阿弥陀佛 不过比我们晚了 那晚了很久 我们快到他们后当 不可以说他们不到 他们将来一定到 在我们后就是了 他们现在不承认了 死都不承认了 为什么呢 没有见到路嘛 到他真的出地菩萨 他就点头就承认了 那个时候在承认 不到那个境界他不承认 他不晓得那个路是合在一起的 他现在在唱 是这么一个道理 是离死无碍 死死无碍 像一阵法界 华藏已经是一阵 西方净土是一阵法界里面的中心 要不然已经到一阵法界 正得等着国位的文书复行 为什么还要去求证 我们怎么想一想不通 唯一可能的一个理由 在华藏世界修行时间长 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时间短 那他当然想快一点成佛 到极乐世界去 只有这个理由 要不是这个理由 实在讲 找不出第二个理由 是文书普贤也要求神进度 找不出来 这个理由 的的确确是正确的 西方世界成就快速 我们在一切这个大臣经里面 世尊告诉我们 菩萨修行 越是往这个高位次越难 就像我们凡夫爬山一样 爬山 那个山路的重点在哪里 绝对不是二分之一的那个距离 古人讲的 行不离而半九十 走路走一百里 九十里那边才是一半的 就是越往后面越难走 我累了 跑不动了 最后面那个势力 等于前面的九十里 越往后去越难 你看三大二神奇迹所说的 第一个二神奇迹 可以振三十个位置 神助实行实回向 三十个位置 第二个二神奇迹 只能振七个位置 从粗地到七地 第三个二神奇迹 正在三个位置 八地九地十地 可见得越往后面去越难 由此可止 等就菩萨要成佛 虽然只有一个阶级 那个难的程度 在我们想象当中 恐怕也是要一个二神奇迹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这一天就成就了 当天就成就了 他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呢 这是摄放等教菩萨 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理由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四四无碍的一正法界 是究竟圆满的四四无碍 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 他仕途和在一起 九平也和在一起 这个就是四四无碍 我们这个世界 释迦牟尼佛的四徒不在一起 有碍 离上虽然没有碍 四上有碍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修行的 界次 也不在一起 小城 初国跟二国不在一起 二国跟三国不在一起 三国跟四国也不在一起 菩萨里面 师祖菩萨跟师行为的菩萨不在一起 这个就是四四有碍 西方世界通通在一起 源容无碍 所以那个是一真理的真实圆满 这才赞叹他 不可思议 这个是真实的 不可思议 我们要认识清楚 要真正明了 我们的心 就定了 心定了 欧益大师讲 决定的神 然后我们念佛功夫 那就是品味的高相 实在讲 往生 这最要紧 品味低一点 不在乎 没关系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是平等 是圆融的 那个倒不在不在乎 最重要啊 我们能不能得胜 当然 心既然定了 又晓得 这个世界 样样都是假的 样样都是希望的 唯有念佛是真实的 你自然肯念佛了 不必人劝你啊 你晓得这个是真实的 你就会老实念 你就会欢喜念 越念越欢喜 越念 那个真实的利益呢 越能够感受到 最现实的 这个真实的利益 身体健康 没有烦恼 没有妄想 心里的快乐 身心快乐 这个是摆在面前的 所以有很多生病的人 来问我 这个病了怎么办 是不是业障太重 业障是重 你业障不重 怎么会不生病呢 生病当然是业障重 什么业障呢 胡思乱想啊 怎么样消业障呢 念佛就消业障 胡思乱想 通想的是虚妄啊 我念佛想的是真实啊 真实是健康的啊 虚妄就是病痛啊 为什么天天去大妄想 为什么不老十年夫 世间人不明此理 不是真相 那就难怪了 我们今天明白了 懂得了 再不认真去做 就对不起自己了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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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